能源一直是人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线,特别是工业化发展,繁荣到一定程度。 当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在过去数十年间,世界围绕石油的争吵,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这包括油价的高低。 石油是多生产一些还是减产等等问题。 图片来源Kingwood News。 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一位海湾成员国讯息人士日前表示, 尽管特朗普要求OPEC放松提高原油价格的努力, 但OPEC及其盟友将继续履行削减石油供应的协议, 推动各方加强遵守协议。 根据目前的市场资料,所谓的OPEC加可能会继续减产, 直到年底。 这就意味着, OPEC与特朗普之间的口水账还将喋喋不休。 要知道, 特朗普在过去数月数字表明希望油价降低。 他曾表示油价太高了。 OPEC, 请放轻松。 世界很脆弱。 无法承受油价上涨。 正是在石油经济的这一背景之下。 我们注意到, 中国却在能源领域, 却取得了多项重大进展, 并创下了全球之最。 比如, 科技日报不久前报道, 中国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已在重庆启动建设。 中国将在36000公里外的太空建太阳能发电站。 根据计划, 将在2030年开始建设赵瓦提空间太阳能试验电站。 这意味着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先建成有实用价值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国家, 并助力中国的深空探索计划。 这就是中国又一项黑科技, 全超导托卡马克和巨变实验装置。 美国金融网站ZeroTel援引澳大利亚悉尼先驱陈报称, 该太空站可以全天候捕捉太阳光线, 并可以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 此外, 中国预计还将在几十年内建成世界上, 首作用于发电的稳定燃烧人造太阳专案给人, 类带来几乎无限的清洁能源。 我们的能源货币专家分析认为, 随助技术和资本多方位的整合和突破, 中国正在迈向领先于全球的新能源之路。 这也是人类滋滋探寻能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 已取得了多个历史性的突破。 例如, 据央视报道, 在青海3705米深处, 首次钻货了温度最高236摄氏度的干热原体。 经过初步评测, 中国陆域该热原资源量, 为856万亿吨标准煤。 按国际标准最大资源估量来算。 这些资源或可供中国使用几万年之久, 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可燃冰持续稳定生产的国家图片来源Ebonus。 与此同时, 可燃冰领域,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也将要正式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开采。 这就意味着将用上比石油更加清洁的新能源。 但这一技术, 中国已领先美日等国外公司。 可燃冰被视为未来石油、 天然气的战略性替代能源。 更是人类最有希望的新能源。 所以谁先掌握可燃冰, 谁就将在未来获取最大的增长动力。 而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掌握可燃冰制裁核心技术的国家。 此外, 中国在核电、 风能、 电动汽车等多项领域, 也都用事实证明, 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全球新能源革命的高地。 另一面是, 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 这些已被视为传统能源领域, 也传来了好讯息。 央视网近日报道, 中海油宣布, 位于我国渤海海域博中凹陷的博中19比6气田, 测试获得优质高产油气流。 确定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 可以供百万人口城市的居民使用上百年。 这是博海歪盆第50年来最大的游戏发现。 这个游戏发现有所知的 pricing、 有请准备的 involunt Fusion Worldometer有些博 reve16多以时 geral操作舖的数据呀。 就是提供中連朋友设问这些聚意。